遇到了但是由于过去的业障重 现在轮向死众不容易得到清净 这是根基很顿很顿的 多生累积都没救佛法 这是罪障最重的 那如果处在这种情况之下 轮向不陷 或者陷还是罪业很重 那你就发荣心 拼命啊 拼命 拼命跟自己的罪业做斗争 不顾许生命 这样去忏悔 同时呢 有长时间的 勤念称明 称帝章文菩萨名号 不分黑下白天 一直败下去 到你临死的时候 帝章文菩萨就现了 宵你的业障 如果像这样精进的 在一千天 大概是三年时间吧 那你一定得到清晨 那你一定得到清晨沦向 地藏王菩萨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要么容蒙精进 不要退失道心 当你拜灿的时候 你心里就发个愿 发个什么愿呢 达到清静为止 你的愿力啊 我拜灿拜的我 身口一三页都清静了 那就是基本成就了 而后再修二种贯道 一定能成就 如果在你拜灿当中 没有清静沦向 一直不清静 那你修道的时候呢 成就不了 因此 你要先把罪颤干净 下半部啊 帝章五色才教授你 如何修定 如何修慧 那就修二种贯道 一时境界 如果沦向 没清静 你去修道去 不能成就的 不能成就的 而害 应当注意 在别人 清漫你的时候 或者说话也好 做事也好 说你罪灭 就证明消失了 对 若多人清见你 清见你 你也可因为 我自己业症重 得不到人家恭敬 正是我惨罪的好时候 因为业障重的时候 你福德不献钱 没得福德 人家对你 当然情死了 当你有福德的时候 人家对你就恭敬了 还有往往的 在家二种道友 亲近出家的师父时候 你看师父对你 不同 对别人 看师父对别人很客气 对你态度非常不好 你当然生烦恼 你因为师父不公平 心里头不是动作 但是你不知道 师父跟你消业障 在过去历史的时候 唐朝 有个宰相 叫于朝嫩 那个国司来皇宫里 说法的时候 唐朝南就向国司请法 国司不理他 完了还批评他 他请什么法呢 他请问国司啊 如何是欣赖大义 国司跟他说 说你个奴才 你还要请问佛法 在下于朝南就冒红了 他说我是奴才 我是皇上的奴才 可不是你和尚的奴才 我是宰相 我只在皇上之下 我只在皇上之下 我是一切众生之上的 你怎么这样请死我呀 在他冒活的时候 他问啊 国司 烦恼从何起啊 何者是烦恼 他问的是无名 改成烦恼啊 无名从何起 何者是无名 国司不但没答复他 说哪个奴才 还要问佛法 在下他冒活了 他冒活的时候 国司跟他说了 无名从此起啊 此就是无名 于朝南当下就开悟了 给这个国司顶礼啊 这叫 这叫说法因缘 当一些众生都自己 向人说 我业障很重 我们经常听到道友 表达是 我业障很重 他自己说可以 假设你要说他 你业障很重 你还来学法法呢 他一定发脾气 冒活 这都是业障表现 表现 说当我们采悔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颤 但是你拜的是 地藏王菩萨啊 地藏王菩萨啊 地藏王菩萨颤主啊 当你颤罪的时候 拜地藏王菩萨的时候 地藏王菩萨来替你颤悔 当你拜观音颤的时候 观音菩萨替你颤悔 我自己应当理解到 凡是拜颤的道友 你再向地藏王菩萨求颤悔 地藏王菩萨加持你 帮助你颤悔 让你业障很快轻重 你要你在颤悔的时候 自己很着急 恨不得马上就把罪颤净 地藏王菩萨也是这个愿 愿意众生罪也都没有 地藏王菩萨也帮着你颤啊 但是你要不顾惜生命的忏悔 在历史上 一位修行人 他坐在山洞里的修行 在洞子里的修行 他感觉着这样成功机会少 他倒到那个山洞外边 坐在悬崖的悬崖地方 洞子里头啊 这个睡眠盖很严重 修行就睡着了 他把自己置身于死地 坐在那个悬崖 不要打瞌睡 你一打瞌睡 掉得下去了 掉不就摔死了吗 这是支支死地而后生 就这样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坐在悬崖打坐 思维修 这个药体总是坚持不到好久的 坐坐得昏迷了 就掉到悬崖下去了 我看了我看这些什么都会有的 是这样的 这是我看了 你会有什么